Queda Jules作为不采雷好店之一,最近上新辣,相信这次Queda Jules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 第一款,韩国辣草年糕。 Queda Jules请了专门的韩国制造厂商生产,口味非常正宗,年糕的口感暖暖糯糯,但又不是劲道,做法也非常简单,只需要在平底锅内翻炒几分钟即可。 第二款,蓝莓马芬。 这是一盒玉拌粉,别看它小小一盒,却可以做出12个马芬蛋糕。 蛋糕松松软软,甜而不腻,蓝莓还巨多。 第三款,有机奶油腰果培养酸奶。 这款酸奶被称为酸奶替代品,顾名思义,它是没有乳制品的。 它是由过滤水混合腰果碎和椰子奶油而制成。 第四款,素食奶油石螺调酱。 这款调酱能同时满足你的味蕾以及奶油丝滑的口感。 它是由花菜、杏仁奶油和醋制作而成,你可以把它和任何食物搭配在一起。 第五款,鸡蛋饼。 这款鸡蛋饼非常轻薄,但不缺韧性,所以在制作中完全不用担心会破胎。 在家里,我们可以用它制制煎饼,非常适合我们的中式餐饮习惯。 第六款,米蝶香面包碎。 酥酥脆脆的面包碎带着浓厚的米蝶香口味,放在沙拉或者浓汤里非常合适。 如果饿了,当零食也很好,完全不用担心吃多了会腻。 第七款,燕麦巧克力棒。 这款由哥伦比亚生产商制作的燕麦巧克力里,包含了高达40%的可可成分。 口感非常浓郁,拌着燕麦的香甜,完全不会被苦到。 第八款,可可海盐燕麦片。 素食燕麦在北美地区可是相当有地位的。 这次,觉得旧推出的可可海盐燕麦,可谓是神仙搭配。 五香十足的燕麦配着牛奶,一餐营养丰富的膳食纤维早餐就好啦。 第九款,万能酱。 这款万能酱口感有点像蜂蜜芥末这样,吃起来顺滑丝腻,这款新品一斤上市,好平连连。 第十款,Impossible鸡块。 Impossible是美国非常有名的素食品牌,他们家的素肉汉堡饼银丁有名。 没想到,现在竟然推出了素肉炸鸡块,简直是素食主义者的福音。 最后一款,红茶珍珠椰子冰淇淋,自从珍珠奶茶在美国爆火后, 觉得旧也来赶了下时髦。 软软有嚼劲的珍珠配着红茶的茶香,还有椰子和黑糖的口味完美地融合了在一起。 觉得旧最时的新品中,你最中意哪一款呢?赶紧下手吧!